人的生命就像一个舞台 人不止一世 人的每一世就像在舞台上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人死了以后灵魂还活着 可能再次转身成人 扮演另一个和前世有关联的角色 因此人要善待别人 就像希望别人善待自己一样 根据量子物理 人在世间轮回 所思所行都是一种能量转换 这种能量转换就是佛经中所讲的造业 业有善业和恶业 体现在能量形态上 善业就是积德行善所产生的能量 属于正能量 能量转换的体现往往就是给人带来福禄受洗 恶业就是伤天害理 伤人害命 损人利己所产生的负能量 能量转换的体现 往往就是给人带来灾病战乱 佛讲 起心动念就是业 谁能保证自己的每一个细微的念头 都是善念呢 如果这样来看 是不是从出生后 人一开始有思维念头 就开始造业了呢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人在一生中会造下多少业力啊 如果再加上生生世世轮回转身中所造下的业力 简直比须弥山还要大了 难怪现在的人类异病连连怪病不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 人类已知的疾病大概有三万种 其中约有一万种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病 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 剩下的其他大多数的疾病 现代医学其实是束手无策的 要是人类的业力 必须灭山还大 估计什么样的药能对症呢 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要医 这业力造下的病呢 就得用消除业力的方法来医 那这世上有没有消除业力的医治方法呢 今天的故事啊 咱们就从这里开始 观点看地走近神起 这里是信品由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今天相信轮回转世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了 在西方社会 运用前世回溯催眠术 诊疗许多无法治愈的疾病 也是成效卓著了 尽管主流医学对此依旧是吃事以鼻 但是还是越来越受到病患的青睐 也越来越瞩目了 这种诊疗方法有一个名字 叫做往事疗法 时间回到1955年7月4日 这天正是美国国庆日 晚上有焰火晚会 女教师卡洛·邦曼 正带着5岁的儿子切思去看焰火 自从切思出生后 几乎每年卡洛都会带着孩子们 来观看国庆焰火 他们到达观里的地点不久 焰火晚会就开始了 当焰火带着巨大的爆裂声响 冲上夜空 绽放出五彩的礼花的时候 切思突然变得情绪异常激动 歇斯底里起来 卡洛吓坏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赶紧将切思揽在怀里 问 亲爱的 你这是怎么了 切思惊恐地回答 妈妈 我怕 卡洛非常意外 以前看焰火 切思从没有这样的反应 于是就问 你怕什么呢 切思无法回答 卡洛只好将切思抱着 离开了观里地点 过了很长时间 切思才平复下来 三个星期后 卡洛带切思去一个朋友的室内游泳池玩 这是一个公共泳池 许多大人孩子都在那儿玩跳板跳水 没想到 当卡洛带着切思 刚一进入泳池大厅 他又开始急剧激动 歇斯底里起来 这次卡洛有了心理准备 知道是因为跳水发出的声响 让切思感到害怕 但是 切思为什么突然会对声音产生如此过度的反应呢 卡洛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卡洛心中的疑问 很快就被他的一位朋友给掘开了 这位朋友叫诺门 是一位催眠治疗师 对回溯前世催眠非常有经验 当诺门从卡洛那儿了解到了切思的情况后 就说 咱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怎么样 卡洛非常希望能解决切思莫名其妙的恐惧 就欣然答应了 实验开始前 诺门就对五岁的切思说 来孩子 坐在妈妈的膝上 然后闭上你的双眼 告诉我 当你听到让你害怕的声音时 你都看到了什么 切思很听话的闭上了双眼 开始进入描述 我是一名男士兵 穿着军服 手里握着一支长枪 枪头有刺刀 正蹲着 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正在一场战役中 突然 我被射中了手腕 握着手腕说 我受伤了 就没有了知觉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家医院里了 但这不是一家普通的医院 只是在简陋的柱子上 盖上一些东西的棚子 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长凳上 这就是病床了 卡洛听五岁的儿子 这么描述 惊呆了 这些内容 绝对不是切丝 从电视上看来的 因为儿子平时 除了看动画片 芝麻街罗杰先生 根本就不看电视的 而他此时的口吻 完全就是成年的当事人 让人身临其境 只听切丝继续说 他们用绷带包扎我的手腕 告诉我 必须回到战场 我吓坏了 我很困惑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 在做什么 我不想再回去 我想念我的太太和孩子 这时诺门开口了 他告诉切丝 当兵没关系 我们曾多次转生在世上 并且我们扮演着不同角色 如同剧本中的演员 有时我们是士兵 我们必须在战场上杀死别人 有时我们被杀 这不是罪过 是不会被怪罪的 卡洛看着诺门诚恳的样子心想 一个五岁的孩子 能理解你这番话吗 不过 就在诺门说完这段话后 奇迹发生了 切丝开始放松了 开始继续描述他的故事 我按他们的要求 又回到战场 踏上满是灰尘的路途 我看到了路边有一些机 还有一辆有大轮子的马车 上面绑着大炮 马车上的人让我走在大炮的后面 说到这里 切丝突然睁开了眼睛 微笑着从卡洛的膝上跳下来 跑出去玩耍去了 坐在卡洛边上的九岁的女儿 全程目睹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切 对卡洛说 妈妈妈妈 切丝在战场上被射中的地方在手腕上 那地方长着尸疹 卡洛心想 的确切丝还是小婴孩的时候 手腕就一直长着尸疹 而且非常严重 夜里他经常用手去挠那个地方 常常都挠出了血 看了很多医生也没治好 难道施针和切丝的这段前世经历有关吗 诺门的这个小小实验 持续了大约15分钟 从此切丝对嘈杂声和隆隆声的恐惧就消失了 因为切丝的这段奇异经历 开启了卡洛的另一番人生经历 他开始涉足幼儿轮回转世研究 走进神奇的轮回转世领域 并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 我家小孩的前世和下辈子还要做你的亲人 从一位教师成为了一名作家顾问和治疗师 并因此而名闻下耳 其实卡洛的往事疗法 在东方文明的历史中并不新鲜 更不新奇 而是一种普遍存有 只是随着科技的发达 或者因为政治运动 人们把老祖宗留下的生命秘术给弄丢了 释迦牟尼佛曾对弟子说 病从业生 在《大藏经》中 他告诫弟子 人有恶业 要行善吃苦才能消业 因此要想好病就得消业 这也是佛道两家修行的基本道理 释迦牟尼佛在《正法念处经》中讲 病苦害人命 病为死亡史 众生受死苦 死苦不可说 就是说疾病的痛苦害人性命 而疾病都是地狱阎王来催命的使者 众生因此疼痛难忍 苦不堪言 佛陀的这番开示放在今天依旧是真理 尤其是现在 许多怪病层出不穷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常常是四处求医 却要时无效 但是人们很少去思考造成疾病的原因 佛家认为疾病的成因有两种 一种是前世的业力 另一种是精神的业力 后者治疗起来相对容易 而前者单靠求医问药 往往是很难治愈的 在西藏拉萨北边的瑟拉寺 有一个14岁的小喇叭 名叫耶喜 有一次他牙疼得非常厉害 因为牙床发炎 下额肿的老高 既不能吃东西也无法说话 耶喜的伯父就把他送到了一位老喇嘛那里 老喇嘛让耶喜先坐下 然后自己背过身子 念了几句咒语 转过身来 对着耶喜肿胀的下额吹了一口气 告诉耶喜的伯父 每天都来一次吧 于是耶喜就跟着伯父 每天都来让老喇嘛 对着肿胀的下额吹气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 到了第八天 老喇嘛在耶喜发炎的地方 连吹了三大口气 只见那肿胀的地方 突然就裂开了 脓脂流了出来 疼痛立刻就消失了 小耶喜的牙疼 就这样神奇的痊愈了 这样的故事在佛道两家的修行故事中 也是屡见不鲜的 宋代大王好 苏氏在他写的筹齿笔记中 记录了一个有道书的人 给人治病的亲身见闻 在开封南边 有一个道士叫李若芝 曾经在化跃山下得到过 艺人传授的神功 苏氏的次子苏黛 从小就体弱多病 这种体质也是和前世的业力有关 为了给儿子治病 苏氏就请来了李若芝 李若芝来后 就与苏黛相对而坐 用纯正的真气 罩住了苏黛 这时苏黛感觉到肚子里 就好像有出生的太阳照着一样 暖乎乎的 很快病就好了 太平广记记载说 古代有一位叫王瑶的仙人 是湖北柏阳人 很会治病 经他医治的病 没有不痊愈的 他治病的方式 既不用浮咒神水 也不祭祀鬼神 而是只用一块八尺长的大布帕 扑在地上 坐下 不吃也不喝 不一会儿 病人就好了 然后他就起身离去 如果有的病 是因为鬼怪作祟而引起的 他就在地上画一座牢 然后一招呼 鬼怪就现出了原形 进到他画的牢中 有些是狐狸憋舌之类的 他就把这些鬼怪原形 斩杀之后再烧掉 病人的病马上就好了 佛法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真法就有救人的力量 只是如今进入释迦牟尼佛所预言的末法末世 人也不人 神也不神了 在宇宙有大事发生和修行人遇见思灾神 两集节目中 我们都有谈到 如今万般诸法之主已经撒手 弃世间不管了 诸般法术也不灵验了 只有胡黄百柳冒充先佛 祸乱人士 因此业力引发的疾病 到底怎样才能真正的得到医治和解脱呢 在现实里真法还是有的 因为救世主弥赛亚东方圣人已经降临了 真法真道只是静悄悄的在传 因此当你的身心遇到解决不了的疾病痛苦的时候 不妨去试试 我在地球脑播那期节目中 曾给过大家建议 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呢 在网上也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也可以求求神佛的加持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哦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品由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 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